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猫,今天雨特别特别大,然后昨天我们玩得太累了,我回来以后我就睡了,睡了今天12点多才起来,现在来吃个饭,然后这次的旅行我把它叫为圆梦之旅,因为季智岛这边最有名的就是黑猪肉们,然后上次因为吃猪肉吵架,因为太贵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吃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肯定就能理解我当时跟他吵架的心情了,这个黑猪肉一斤是五万四,等于是三百二十多块钱。 所以我上次跟我老公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刚结婚,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省,比现在还严重,所以当时就是他很想吃,然后我就完全不同意,但是现在吧,过这么长时间了, 互相都会有一些影响对方,我就觉得这一次应该也没关系,然后其实这个黑猪肉如果我在网上买的话,那个我看一千克我经常在网上买,才四十多块钱, 然后我每次都在网上买,等会大家看一下这图片,经常买黑猪肉吃,根本就没有卖到像吉州岛这么贵。 然后我老公他其实也知道猪肉的实在价格,但是他还是想来吃一下,然后这次我就说那就去吃吧。 因此是因为这个猪肉跟我就是闹了大概能有大半年,每次说起来的话还是可别气愤,所以这次如果我不让他吃的话,他可能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生气,所以这次就带他来吃一下。 哎,现在我老公心情可好了,哦,爸,给吧呀。 哦,我都连了,我给你吃了。 哦,我把一个水果给不拿比赛呀,而且? 哦,这真的是比牛肉还要贵的。 哈哈,我把这个牛肉也吃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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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哦,我把我们的鞋子都吃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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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особенно,你吃了,我吃了,我吃了。 如果在店里里,我吃的,我们吃了这个新西伊果汤酱的肉吗? 我吃了这些肉汤汤,我吃了这个腹配的肉汤。 我会吃的旧鞋子汤里乘出生生吗? 我来自住在这些热鞋、中 Lud哥吃的肉汤,我们吃了这些肉汤。 我们吃了每天我们吃鞋子 Dan吃了一天啊,我吃了这个肉汤吗? 我吃了吗? 对,对,对,我就吃了这些肉汤? 我吃了一天啊,我吃了这样子的肉汤看,我吃了 aquell头汤。 它是有什么辣啊! 这就是比牛肉还贵的猪肉 我爸咋摸过吗你摸过 其实很多朋友说是韩国人吃肉吃不起啊什么的 就是如果在自己家里买自己做的话 其实肉的价格跟国内是没有差多少的 就是跟国内的超市里面比的话没有差多少 像我们农村那种就是赶大鸡的时候 直接摔头猪然后在鸡上卖的话 那种价格肯定就是有些差异 就是除了这个黑猪肉以外 我觉得就在外面吃的话 其实价格也还好 也不是说是负担不轻 但是这个黑猪肉说实话 是有点小压力 大家说三百多块钱一斤的猪肉 你用那个钱他去吃虾 吃海鲜或者去吃牛肉的话 那不是更香吗 但是要让我老公来说的话 你便宜的猪肉你再便宜你也不能叫黑猪肉呀 而且其他地方有卖黑猪肉的 但也不是在鸡州岛吃的呀 他的消费观念里面就是可以为了鸡州岛 黑猪肉去付这个价格 老公觉得人家还送个汤送个鸡蛋 还挺吃的 你觉得开心就好 现在准备吃了 看香不香 我马去早要 吃了都飞天了 我的妈呀 好吃到飞起 咱们说这肉 确实跟在家里吃了不一样 然后就算烤成半生不熟的那一种 吃了以后有那种牛排的感觉 就是特别特别嫩 小合影吃多好 咱给 然后我外婆他这天看我的视频 就是昨天我们视频通话的时候 我外婆就说 你也干点活吧 然后孩子吃饭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孩子也喂一喂 就感觉孩子好像是给我老公一个人生的一样 我偶然都饿了 哇我的老公快吃完了 我把今天去买了酒 食物改成了 我不能そして吃 公 solchen 照 tro 你的 买点东西 我老公这两天把他热的 我穿羽绒服 他穿个小猫衣 说太热了 然后准备去买个短袖穿一下子 我现在晚上肯定得把他灌醉 然后把他那个手花给他剪掉 我爸 我今天要吃饭 今天要吃饭 今天要吃饭 我今天要吃饭 我今天要吃饭 你也有 真的吗 真是 我觉得他不应该先买一个短袖 我觉得应该给他买双鞋 给小朋友买个这个浴鞋 有这个拼弄吗 你往死还是这边 你这个应该是吗 对 尺寸是吗 嗯 评价穿的还行 看起来还行 看起来 嗯 好了 好了 看看我俩逛完超市多狼狈 后面还有个雨鞋 我老公提了一袋子 因为这个袋子 它有钱呢 3块6毛钱 我是觉得有点贵 然后我老公说买两个 我说算买一个就行 还是那句话 骑自行车逛酒吧 该省省该滑滑 今天给我老公买了个炸鸡 让他喝点酒 让他喝醉 我把他那个手环 给他剪下来 明天就看我能不能成功吧